我沒有想到掌聲居然那麼小聲 是的 我又來了 前面的歌舞非常精彩 但是我要帶上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節目 而且我帶來了一個重磅嘉賓 他非常的重 有請我的搭檔 謝謝賀哥 謝謝賀哥 重量級 來 等一下 我想站這邊 為什麼 我右臉比較好看 你偶像包子好重啊 太不然了 來 大家好 大家好 女仙 還是女仙吧 女仙 你先 沒問題 今天是你的首秀 而且我告訴你 這裡是我的場子 就算說不好 我照著你 好 OK Hi everyone I am Wong Ju Naomi I'm so thrilled to be here tonight I want to thank you all for the opportunity And look forward to a great evening I'm also I'm also very honored to be in this act with Chen He What do you think the audience will think of our duo? Of course Ye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Today It's good day It's a big day Amazing day It's Sustainable day Yes I feel Unfinished OK 其實今天我還是有一點緊張的王群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平常我都是七個人說話 今天只有兩個人在這裡 我覺得心裡有一點空 其實我今天也有點緊張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少於一百個人的演出 王菊 王菊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之前參加了一個非常優秀的節目 他是節目中非常與眾不同的選手 他敢於承認自己的普通 敢於做自己 我現在也是局鬥 謝謝陳和老師 我其實也非常欣賞陳和老師 怎麼說 因為陳和老師身上有非常多的優點 比方說陳和老師很幽默 陳和老師很敬業 王菊 慢慢說仔細說 陳和老師非常幽默 非常的敬業 也非常的大氣 大氣 對 倒是很少人這樣形容我 來好好說一下 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經常地看到陳和老師的名字 活躍在熱搜榜上 人氣非常高 真的是你也抵不住 那比方說陳和最胖 陳和最醜 陳和胖頭魚 等一下 是陳和魚頭 差不多嘛 但是我換位思考了一下 我覺得陳和老師頂著這樣的壓力 受了這麼大的打擊 依然可以在節目中表現得這麼好 實在是讓我很敬佩 所以我也是薄荷糖 謝謝 我不會放過你的 沒有關係 童言 童言無際啊 完全沒有問題我認為 而且我最欣賞的就是王菊的誠實 想到什麼說什麼 節目啊 節目組我認為 之所以讓我們兩個來一起表演 那是因為我們很優秀 而且我們身上有很多的共同點 沒錯 比如我們兩個人都個性鮮明 而且都不走傳統意義上的偶像路線 是的 我們出道靠的是實力 不是顏值 但是並不代表我們兩個沒有顏值 對對對 畢竟我倆曾經都受過嘛 對不對 好了 彼此恭維的環節就跳過吧 往下走 OK OK 就是現在我覺得我也是一個 算正式出道的藝人了 是的 我特別想參加一道真人秀的節目 嗯 呃 程鶴老師你看看你能不能幫忙引進一下 我特別想成為跑男的成員 程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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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鶴老師 有这个资格 当然可以 比方说我们兄弟团 有女队员 是 Angela Baby Baby 我唱歌呢 也还可以 你听一下啊 我的眼里都是你 天天秘密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天哪 真的 王菊 你唱得太好了 谢谢 所以你不能代替Baby Baby在我们的跑男团里 是阴痴担当 你知道吗 所以你做不到 这个 下一位 那要不同为90后 青春代表的 陆寒呢 天哪 他要代替陆寒 喜欢陆寒的朋友们在哪里 好 得罪大了啊 这个陆寒可是 我们跑男团里的舞蹈担当 你可以吗 你看我今天高跟鞋啊 连身裙的 我就 简单的来一下 简单的展示一下啊 哈喽哈喽嘿 请给我舞台 哈喽哈喽嘿 真白都可爱 哦嘿 可以 完全可以 我觉得 但是 有一个 陆寒他是 跑男团的 颜值担当啊 哦 诗里诗里 诗里诗里 诗里 那么 王祖兰老师呢 那你要求也太低了 我的天哪 你是直接把四平牌这个环节给放弃了 对不对 而且你跟王祖兰真的不像 呃 你比他高多了 啊 祖兰老师对不起 让你躺枪了 哎 怎么能叫躺枪呢 我觉得 他可能是站着中枪的 那这样子的话 邓超老师呢 哦 邓超 我们的队长 因为我曾经也做过啦啦队的队长 啦啦队的队长 那就是跟邓超一样 气氛 就是搞气氛是非常重要的 嗯 需要的 可以吗 我来试一下啊 好 这边的朋友你们好吗 那边的朋友你们好吗 We are Family 天霸 东 发 吐 谢谢大家 天哪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邓超这个人画实的太多了 你能做到像他那样 每天早上睁开眼睛 一直说到闭上眼睛吗 哦 这个很简单呀 嗯 你知道的呀 我以前是小学老师啊 一天多的时候八节课 从早上找到晚上 一个班级 三十几个学生 很忙的 音乐课 美术课 能停的 你不要说从毕业讲到真眼啦 真眼讲到毕业 没有问题的 一天二十四个 四十个 一天二十四个 中头统统 cover掉 能晓得吗啦 我晓得呀 但是邓超还有一点 是你永远超越不了 他作为队长 他稳重 嗯 因为他年纪大 老邓头已经六十岁了 这是你超越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听你这样一讲 还有点小开心 我也好开心呢 下一个 那么大黑牛 李晨老师呢 大黑牛 哎 哦 你们的肤色倒是蛮匹配的 但是力量呢 我觉得就 力量 啊 菊姐 这么多人都看着 我担心 明天会上热搜啊 实力实力 实力实力 真凯呢 真凯呢 你觉得 我觉得真凯小猎豹 真凯老师 我跟你讲 真凯很帅的 帅呀 那我也有不少表情包的呀 哦 I will be watching you I will be watching you 可以 但是 正凯不行 因为正凯跑得很快 我觉得你有点 略 胖 好像 你也差不多吧 好 还有一个 哦 对 跑男团排除到现在 好像只剩下一位成员了 最优秀的永远留在最后 就是 陈鹤老师你了 是的 可是 陈鹤老师你也说了 你也很欣赏我 你看你能不能牺牲一下 就是 让我顶替你上算了 就是跑男导演组 你看能不能考虑一下 让我顶替陈鹤 天哪 我觉得咱俩差不多 跑男的导演组 你问他们 导演组 今天都在现场 还有朋友们 你们觉得让他代替我 可以吗 可以 谢谢 谢谢 天哪 可以 我就是这样 但是我得考考你 没有那么容易 我告诉你们 我在跑男团 是智慧最高的 最聪明的 今天你在这里 问我的所有问题 我都可以答上来 如果我乘客答不上来 我的位置 让给王菊 OK 既然这样的话 你知道我对跑男 很多内幕的消息 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那我就大胆地问了 来 来啊 我想知道 跑男团里面 脾气最差的明星 是哪一个 没问题 就是不要太勉强 不行就不用打 真的 那 应该是我吧 我这个人呢 性格比较直 藏不住 藏不住事儿 天哪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对 那么我再问一下 跑男团里面 长得最丑的明星 是哪一个 那也有可能是我吧 哎呀 那么跑男团里 如果一定要 替换掉一位成员 我想应该是我 那我先走了 诶 诚贺老师留步 开了个玩笑 是 我认为 正是跑男团 七名MC的多样性 摩擦出了这么多火花 才会使节目 这么的好看 是的 而且我在这里 要告诉王菊 没有必要 去走前人走过的路 作为一个新人 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我相信你 也可以找到 自己的舞台 正所谓 没有一番 含刺骨 哪有菊花 哭鼻香 感谢王菊 谢谢陈涵老师 谢谢